莫菲 你是不是觉得有唐总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夏总监您言重了 我什么时候不把您放眼里了 你刚刚是什么语气 正常的语气正常的态度啊 你作为一个临时助理 你有什么资格提出意见啊 我认为只要是明远的员工 提出为公司好的建议 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 您可以不采用 我需要你来指导我怎么样工作吗 那我不敢 你不敢 我看你都快顶替我的位置了 怎么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 夏总监 我们现在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 你不要总是拿私事来说事 我觉得你很不专业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才是那个一直被针对的人吧 对 我就是要针对你 你现在给我去收拾东西 去财务那枚领帐 马上给我走人 是这样的 我是陈阳找过来的助理 如果您想开除我 请您让他来通知我 唐总 我要求开除莫菲 是陈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怀疑莫菲是商业间谍 她在巴黎跟方笑愚是邻居吧 据我了解 他们并不是普通的邻居 关系非常密切 明轩 莫菲是你的女朋友吧 如果她跟除了你之外的男性 保持密切的联系 排除她脚踏两只船 那我请问 他们关系那么好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怀疑 她是商业间谍 更何况你没看到她刚才的态度 她并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也只有你把她当作是 单纯懵懂的小姑娘 雪凌 你现在要跟我聊的是 私人感情的还是工作呢 明轩 我相信我对莫菲的人品 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你消消气 坐下来 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 我作为明眼集团的设计总监 我有没有权利开除一个临时助理 我跟你说 不止你没有 我都没有 她是程阳请不来的助理 公司有规定 她可以自由选择住手 如果你说非要开除莫菲的话 那恐怕咱们公司上下 只有她有这个权利 好 我现在就去找程阳 开除莫菲 为什么 因为在我看来 莫菲的资历和经验 都不足以担任你的助手 而且 她和唐总的特殊关系 还有就是 她跟凯曼的设计师方笑愚 来往过密 所以我认为 她不可以继续留在设计部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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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是我招来的助理 她现在在公司的职位 也仅仅是设计师助理 以她的职位 应该不会对公司 遭受什么影响吧 至于您所说的 特殊关系 来往过密 这应该就是私人情况 私人情况 不用跟领导汇报吗 程设计师 你是不是忘了 你的领导是谁啊 夏总监 您给的意见 是我无法接受 如果我一定要开除他呢 如果你执意要开除他 那我跟他一起走 Thanksgiving 那我能说 我能认为 我不能自行用 我怕你 那我们还愿意 我也未经历了 我่um 你别担心了 我会想起来 快点 我 有老朋友 来 说小孩脾气啊 都听见了 谢谢你相信我 妈 我们吃饭去吧 以后在公司我们还是少谈自食 省得被别人抓住八倍 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了 那我去看你 夏总监 我是来替莫菲道歉的 这次的确是莫菲太过分了 再怎么说您可是名媛的总监呢 她一个临时助理 有什么资格跟你演刚应啊 她到底对明轩做了什么呀 怎么把她迷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莫菲的好朋友吗 她没跟你说过明轩吗 她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她究竟有没有把我当好朋友啊 尤其是这次回来 我感觉她变了好多 变成什么样呢 变得爱说谎了 比如呢 就比如 她说她来明远工作唐总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是她是靠着关系进来的 那怎么了 我就没搞懂了 她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呢 沈佳希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 你虽然跟莫菲是好朋友 但你们完全不是一类人啊 那就来看看 那我们一定会做的 这她说我们今天有时尽好 这一切都是一个 对 我就来说 如果她知道 她还想让她 她就想让她 藏什么呢 没什么 看小时候相册呢 我就是想看小时候的照片嘛 给我 倩倩 那哥哥怎么劝你才会听哥哥的话呢 还是放不下他 我早就放下了